大家好,我是卡爾 那上回陣這次有出這個碩月青鋼劍魔 這是神趙雲的專屬武器 那他適用的武將是 那這個青鋼劍有提升那個敏捷60%光這一點 趙雲就一定要用他 而且他還有防禦手段 被打一次就提升20%乘傷 然後被打5次就提升到快100% 100%再加原本的90% 有190的乘傷能力 超優的 那他的技能 就是到RV5的話 會提升那個敏捷子提升60% 那不良狀態抗性 穿透提升60% 那會心急的傷害提升120% 那有100%機率是主動技能 和普通攻擊後的第一個目標 進入九一雷東這個debuff的狀態 那無視命中影響 那忽視目標320%的不良狀態抗性 那持續3回合 如果自身敏捷子高於目標 那每次攻擊 附加1800%的敏捷子增值傷害 那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心急 那這個debuff這個九一雷洞 是讓對手的敏捷子降低20% 而且他讓他的生命值吸收降低100% 那無法獲得固守效果 那自身每受到一次傷害 那後續傷害承受 而外提升20%最多可提升到100% 那持續到技能結束為止 如果戰鬥的當前回合大於等於10回合 那傷害提升效果加倍 那不可清除 這個超優的 這個一定要入手 因為你這個神趙雲如果是你的主力的話 那你這個武器清鋼劍一定要到LB5 而且這現在是神趙雲是目前最強的 一定要想辦法把你的清鋼劍到LB4LB5 不然你可能打不過其他人 因為大大部分的人都會把神趙雲配清鋼劍到LB4LB5 所以你沒有的話就很難打贏對方 那我這個清鋼劍的戰鬥 是用這個崩潔、徹甲、忽視防禦與抗性 那那個深淵是防禦穿透 然後敏捷 加敏捷的 那防禦是無影、無形、不連狀態抗性 那還有血技、生命吸收 跟極境、物理加物理抗性這樣子 OK那這樣子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 還可以